本 nome要理會 歡迎收看 Brian 歡迎來到夢想街50鞦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但是現在的話呢 年輕人不僅買不起房子 就算買得起房子的話呢 他也養不起房子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全國各個地方政府 現在節節攀高了 我們要繳的一個房屋稅 到底怎麼樣計算房屋稅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 這個失控的一個房屋稅 台北市政府的話 房屋稅可以說是大急轉彎 那為什麼會急轉彎 急轉彎之下的話 我們到底又要付出 多少的一個房屋稅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 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的主任徐佳馨 佳馨 歡迎您 女哥好 主任陪大家好 好 另外還有我們的律師 趙文明 趙律師 歡迎您 主任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憲哥 我先問一下台北市 就是台北市目前的一個房屋稅 到底稅率的話是如何 那據說台北市的房屋稅 未來一旦調漲的話 後來的情況非常的嚇人 居然高達了20幾%是不是 對 清雪 今天台北市政府 還沒有劃夾彎之前 台北市的房屋稅 如果按照原來舊的稅率 跟原來舊的制度來講 會有可能最高到27.3倍 27.3倍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你如果你有100坪的房子 你一年可能要繳106萬 100坪的房子要繳106萬 那你100坪的房子 如果在台北豪宅的話 一年管理費要超80萬 再加上地價稅 一年光是這個房子 房屋稅 地下稅加管理費 就要200萬 好 台北市政府的話 現在房屋稅 可以說是急轉彎 現在目前的話 擬定的一個方向的話 是調整8000萬以上的豪宅 它才會扣你的房屋稅 但是會回溯15年 這個情況的話 這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回溯 我們待會好好來瞭解一下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房屋調整的一個方案的話 是既定的一個政策嗎 對 那房屋稅 其實它已經橫跨兩個朝代 就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朝代 而且歷經四個行政院長 那這中間始作俑者 兩個人都姓張 一個叫做張金二 一個叫做張勝和 這兩個人當初 因為房屋稅是地方稅 地方稅所以所有全省的各縣市 憲政首長都說好啊 你台北市挑 我就跟著你挑 所以大家很高興 所以當初以台北市來講 他那時候調整方案 那時候我們的台北市長講 我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 我高級住宅 有一個路斷稅 但後來因為大家一直罵 就把路斷稅取消 但是現在就改成說8000萬以上 還有2億以上分兩個 一個是8000萬到2億 一個是2億以上的分兩個階級 第二個方案 那就是我每次演講 每次罵的 他說回溯15年 但是所有的房子 不管大庭 社庭 郊仔庭 或是豪宅 通通漲 這真的很有意思 這下去真的 人家家庭 郊仔庭 抓到沒辦法吃 這真的整個 買就是幾樓的 是幾樓的 比如說你們家 我們家住在松江路 既然如果松江路調高地段稅 如果15年過去 不管你們家11倍 或是他們家9倍 或是說好的人家家住 125倍 通通調 那現在因為有一個74 一個104年的7月1號的前後 剛好松江路有一個松江 華固松江 新疆的江 他們是集體現在在訴訟 因為他們那 雙邊的125倍 一貨2億 2億 聽說他們的房屋稅 一年要差不多 將近100多萬 過去是13萬 他們撞不住 他們說為什麼 我6月30號以前 他們家同樣是125平 他繳13萬 他可能頂多繳到 調地段稅頂多繳到50幾萬 我為什麼7月1號差一天而已 我為什麼要繳到100多萬 所以他們現在在集體訴訟 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我看柯P 真的是急剎車 真的是法夾彎 這個法夾彎是好的 現在就是8000萬以上的材料 就是所有2010年要回溯15年 沒關係 但是只有8000萬以上 所以台北市中槍的 只有3376戶 其他沒事 以前是哪裡不管大小小 不管180公分的 18公分的通通中槍 所以這次這個法夾彎 我覺得至少他還有聽到 老百姓的聲音 另外第三個方案就是 豪宅的標準單價要調整 不調高路段稅 我覺得這個我也可以接受 因為你豪宅 比如說你家住在地保隔壁 你家是過去那個3樓 4樓5樓要爬樓梯的 地保一枚去到300萬 你們家有 有比較好的一項 你們家有可能賣300萬 不可能 地保調地段稅調3倍 你們家也跟著調3倍 你真的你真的撞不住 所以他現在這一個方案 我覺得比較符合人性 比較像人 有人性的人做出來的一個方案 而不像以前那兩個姓張的 做出來的方案 可是這裡面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的疑問在 剛剛憲哥講到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政府到底用什麼方式 去扣你的房屋稅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到底有沒有符合所謂的 公平正義的一個原則 本來的話 大家不要擔心的就是說 你豪宅跟中古屋的話 全部都一起計算下去的話 它不符合公平的一個原則 現在的話 他講說8000萬以上的一個豪宅 我問一下嘉欣 8000萬以上的豪宅回溯15年 這到底應該要怎麼樣計算 這所謂的8000萬的話 是以現在目前市價的8000萬 還做回溯15年前 它的一個8000萬的一個價值 這所謂的回溯 到底應該怎麼樣回溯 好 我們這樣說好了 因為我們說 信義計畫巨頭 有一個豪宅的案子 那個豪宅的案子 是我朋友買的 他那時候他說 他當初十幾年前買的時候 是一瓶45萬 結果他本來不用被課豪宅稅 因為他最近他的鄰居 成交到了就是總價8000萬 所以他變成 他要豪宅路段率加成 那是他家不是我家 就他的那個社區 所以其實因為只要你的社區裡頭 有人成交到這樣的一個價格 所以就很容易發生就是說 實價登陸上面 那稅局他會認為 地方的一個稅圈寄贈處 他會認為說你的這個房子 既然鄰居成交了8000萬 你的房子就有8000萬的一個價值 律師 這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先釐清 就是我們台灣房屋稅的法制 不是實價課稅 我們是擬自課稅 所以我們針對有錢人 所謂的有錢人豪宅 他用不一樣的標準來看 其實照我來看 我個人認為那個是違反平等原則 變成有一些人 他的房子不是實價課稅 那有些人的房子 我就要看他實際的價格 然後給他增比較多的稅 這我認為第一個 這法律上是違反平等原則 因為就以嘉欣的朋友來看的話 他並沒有實際上下去成效 而是隔壁在請人交 第二點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發生這個情形 人家美國30年前就發生了 他在民國67年 他們就有一個加州13號法案 他們的狀況就跟嘉欣剛剛講的 就隔壁賣房子我招殃 他賣房子 比如說我們兩個都100萬美金買的 買了以後隔壁他200萬美金賣掉 那我一樣用按他200萬美金 來課這個房屋稅 那很多人受到這樣 但是受不了 因為等於他房屋稅暴增一倍 一倍而已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1000萬個人 州民連署去立一個法 叫加州13號法案 它的內容是什麼 第一個稅率就是定在1%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調幅 就是如果 因為他們是從我州的需要 我再回推回去 每個人要繳多少稅 但是你這個增加最多一年 就是2%總金額 但是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說 我這個房屋的價值 如果我沒有交易 我就不調上去 我不會因為隔壁賣房子 然後我招殃 然後第四點就是說 他們今天所有的房屋稅持有成本 在交易的時候 可以當作成本把它扣掉 但是我們台灣通通都沒有 今天我們就是回來講 我們台灣今天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台灣房屋稅是 A乘B乘C乘D 這樣的一個概念 A是什麼 A是我們的單價 B是我們折救 C是我們路段率 D是我們的稅率 房屋稅的一個金額是 房屋的標準單價 乘以面積 乘以你的折救 然後再乘以路段率 現在政府的話 準備要調這個路段率 剛剛有特別提到 另外還有一個房屋的標準單價 剛剛律師講的就是這兩項 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稅跟刑法都一樣 租稅法定跟罪刑法定 就是說你要繳多少稅 要處罰多少的刑責 都用法律來規定 所以我們的稅率 要法律來規定 我們目前的稅率是1.2% 2.4% 3.6% 看起來好像有定 但是其實是沒上限 為什麼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們的單價表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路段率 我們路段率 目前是什麼來表示 他在乘法裡面 他是2倍 3倍 但是這個東西是誰訂的 台北市政府訂的 他今天他只要開會 他可以3倍改成6倍 跟各位報告 我們剛剛說 自用的稅率是1.2%對不對 如果你剛剛已經 路段率是300%的話 你就是3乘以1.2 你的稅率是4.2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成像 你看這邊加高的話 這邊如果再加高的話 它會成倍數的一個成長 我們現在的規定就是 沒有像美國這樣子 沒有一個調幅的限制 沒有一個最高額的限制 才會變成我們今天 房屋稅暴衝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台北市市場 台北市市場 要給你調多少就是調多少 它沒有法律的依據 你的上限值能到多少 它只要開個會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我們的稅率 現在是被架空的 我們稅率被架空 另外上次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路段率 沒有去減除地價 沒有去減除地價 其實它本身就已經是 重複課稅的一個疑慮 這其實就是一隻牛巴兩成皮 對 更可怕的是 它今天是空白支票 它隨時想要調都可以 沒有 這個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可能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不太了解 它雙張當時的一個 它的一個既定的方向是怎樣 就是說房屋標準 我可能調高最高到3倍 這個是不動的 這個是面積企業 這個不動的 另外路段率 我可能調高3倍 另外如果你家是出租人家的 至於用是1.2 如果說是出租的 還是6戶以上的話 我就不管了 6戶以上就3.6了 所以1.2跟3.6就3倍 所以為什麼會有27.3倍 如果這個給你調3倍 這個也給你調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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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乘以3 9倍 9乘以3 27倍 所以最高會調到27.3倍 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27倍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來的 雙張當初他們的想法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張建賀跟張聖爾 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到底地方政府的話 欠錢到底欠得多嚴重 我們台灣的一個政府 他稅收是有缺到那種程度 然後是不是因為這個稅收欠缺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話 現在每一個人都打到這個 這個房屋稅裡面 覺得這裡面的話 可以好好的伸手一下 裡面的話如果要取錢的話 比較容易一點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全國真的不缺錢 我們104年 全國的稅收第一次破2兆 我們的總預算 大概在1兆8而已 都有存錢 那今年還會繼續破 而且去年是2兆1300多億 政府怎麼在那裡 你還沒錢 對 那少部分縣市 比如說苗栗 但是其實大陸沒有 那我這邊還在講說 苗栗要希臘的話 那當然有很多東西需要改革 那我們也肯定說 財政部跟台北市他們想要改革 因為他真的 他不改革 他的BOT地上權真的招不出去 像台北市104年 因為這個張金二副市長 調了這些這麼可怕的稅之後 他104年 這個導致104年 台北市地上權BOT的招標 全部是0 掛蛋 但是103年是多少 大家知道嗎 500億 突然我們500億變成0 那多可怕 等於沒有人敢投資台北市 沒有人敢跟政府做生意 對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會變成怎樣 我們再也沒有權利金的收入進來 我們只能靠無限加稅的二線循環 所以我想市長有聽到 所以他現在想要改 但是我覺得 我很肯定他現在要改 但我覺得現在改的可能還不夠 如果是我來建議的話 我們先講一下他現在的一個金額 其實台北市 他現在總收入1800億 總支出1500億 他的總負債只有1300億 也就是說他現在在4年就可以把債還完 那我們知道地方政府要建設 最重要的就是捷運 捷運造價4400億 4400億 所以我只要收1800億這個收入 我進來我再三年我可以再蓋一次 可是我們有需要嗎 沒有 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加稅 我們不用怕說這個調降會有什麼副作用 不會 保證不會有副作用 而且才會有人敢投資 那我會建議說我們怎麼調 第一個單價表把它調下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刀切 30年沒調一次調2.6倍 既然這是一個不合理的東西 我們就改 你2.6倍你看你要降幾倍 那將來有需要我們再調 不要說大家還沒有預期的時候 突然一個調2.6倍 第二個路段率本來就有它違法的問題 沒有減除地價 我們剛好趁這個機會把它減下來 台北市稅圈處長黃素晶女士他說 他在退休前一天說 他說我們這個路段率可能有重複課的問題 他建議從300% 現在最高的3倍把它調降成2倍 這個我是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至少應該要降一半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豪宅稅那時候會調一個 一加路段率大概就是3到4倍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單價表 30年沒調 所以調一個大概3到4倍 因為房價很高 可是我們今天單價表已經調2.6倍了 那你為什麼還有這個豪宅稅不需要 所以你既然要嘛你就把豪宅稅拿掉 要嘛你就單價表要把它調降 我個人覺得這是比較合理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您覺得單價表去調 這個可能他覺得他作業上他怕說 人家說土利等等的 那我們就從路段率去改 讓大家覺得這個稅是真的合理 然後可以適用的 現在最主要的話 就是他們怎麼樣調整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所有的一個民眾 包含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豪宅 豪宅8000萬以上的這個房屋稅的話 它可能會被扣到 影響戶數的話有3000多戶 那麼我們來比較一下 如果你是住在這個 所謂的中古屋的一個房子 以及住在這所謂的豪宅裡面的話 經過台北市政府這樣子房屋稅的 一個調整以後的話 到底差在哪邊 好 那現在新的制度要回溯15年 也就是2001年之後的房子 理論上來講原來通通中槍 現在就是8000萬以上才中槍 我們假設這一個林小姐 林小姐在2012年 她在長春路買了一個屋齡5年的房子 所以她是中槍的一個 那時候才23平 那她現在 她的地價稅 我們現在要租房子 你騎一間房子有三種稅 第一個就是我們持有稅 持有稅就是你每年都要繳的 一個地價稅 一個房屋稅 其實我比較覺得 這兩個是我們三民主義裡面的 住者有其屋 這兩個你不能調得太高 因為這是住的權利 你要調高什麼 調高你賣房子的首得 那個所謂的奢侈稅 現在全部都給你調高 第一個 地價稅已經調高了 像我家來講 我家在松江路 我的地價是調高的1.26倍 1.26倍 1.26倍就26% 目前來講 比如說她這個房子是乘以1.4 調了40% 她一年就要多繳390塊 這已經地價調高合理 為什麼 漲價歸功 這個是合理 但是她的房屋稅 現在是將近5500塊 假設柯P她今天沒有轉彎的話 這一間也中槍 你不要以為她23平 還是中槍 如果按照現在的稅率來講 她要多繳8600塊 這兩個加起來 她一年就要多9000塊 23平9000塊 那市場的 那不差 為什麼會多繳 因為她原本要擬定 調漲中古屋的一個標準 單價會漲到了160% 160% 才160% 對 就已經是8600 我們來看豪宅 豪宅說豪雅人家雞肉刈 其實我都可以接受 豪雅你賺錢雞肉刈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 只要豪雅好像是原罪一樣 健保會要結合 老闆會要結合 稍微都要叫她結合 所以說豪雅人 現在都搬到新加坡了 現在再來看 這168平 這在這裡 人愛的地差 地保 就是地保 屋齡11年 過去來講 她自己住的1.2% 她房屋稅1.2% 所以她的稅金 她的稅金是11萬6 11萬6千塊 你自己住11萬6千塊 現在豪宅稅加入斷稅 以外40萬8千塊 40萬8千塊跟11萬 差不多多少 差不多3.6倍左右 3.6倍 我覺得如果住這個也可以接受 問題是如果說照以前的話 那一個要調到3乘以3乘以3的話 她自己住會從11萬跳到66萬 11萬到66萬是幾倍 大家都會算5倍 對不對 5倍 5倍 那如果你現在 這個不是你自己住的 你租給慶學 1.2變3.6 5倍再乘以3.6是幾倍 535是18倍 所以變成這棟房子變成18倍 那張靜樂說 如果你有6棟的話 哇 那3乘以3乘以3 就27倍 所以現在他們說 這樣我感覺我不要住 我不要住 我都給你就好了 我一間房子 我如果這樣說 住30年那間房子就都你的了 所以你不能說 一隻羽毛要拌三顆皮 你地區也要給我去 辦公室也要給我去 我以後賣的心 我本來賣2億對不對 我賣2億 我賣2億 我賣4億 這2億你要給我 成立多少 45%併入個人所得 你整個都給你就好 不是只有台北是如此 我告訴你 全台灣各個地方的話 也是如此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政府的話 一年之內的話 總共漲了三次的一個房屋稅 只要是有房子的 全部都是遭殃 本來過去的話 這個房屋稅會要抑制的是 台灣整個的房屋 這個房價高漲的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不管是你有房 沒房全部都打到了 對 事實上這個是有一點像是 用民粹去要控制房價的這種感覺 我們先給大家看 房屋稅這個公司 我們看最下一欄 房屋標準 然後這個折舊率 然後路段率 還有適用稅率等等 好 我們來看第一波的時候 它漲什麼 漲房屋稅的時候 它用的方法是什麼 調高路段率 就是路段率 那漲新屋的這個標準單價 這個也漲了 還有新增豪宅稅 就是在這個公司之外 再另外再加一個加成 所以這個下去的話 當然為什麼台北市會重傷 就是因為它在這一波的這個 所謂打新屋跟打豪宅的裡面的話 讓台北市整個房地產幾乎是 這個成交幾乎是掛蛋的 尤其是豪宅 今年上半年的成交這個輸數 是用手指頭都數得出來 第二波是2015年的年底 它這一波就不是房子 它是漲地價 因為它這一次就一口氣就把 尤其很多台灣的這個地方 這種把公澳地價 一口氣就拉高大概三成 未來還要持續拉高 他們是希望說 讓公澳地價跟縣紙 慢慢的貼近了一個狀況 第三波的話 就是再漲房屋稅 但是這一次不是新屋 是從中古屋著手 我們剛才看到 柯P現在政策極轉彎 他原本是要回溯30年 現在變成一半 對 現在變成一半 他本來是從19... 他本來是說1986年 其實我覺得他是講錯了 他應該回溯400年 我們台灣歷史剛好400年 對 都沒有漲 然後他現在把它回溯 變成一半 事實上這一次也是一樣 台南市政府也是 他預備要回溯到15年 所以這一次的話 是打到這個所謂的中古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屋豪宅土地中古屋 可以說是全民 你只要有房子有土地 幾乎全部中獎 財政部現在說他要改 他要改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殘值率過高 折舊的殘值率過高 他把它調低 第二個就是說 他所謂的免稅額 10萬塊要往上調 調到大概30萬 但我跟大家講 這口會實不會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免稅額 10萬塊或者30萬 並不是說 從你現在繳稅的價值 去減30萬減10萬 不是 他是說你這個房子 要舊到一個程度 沒有10萬塊 沒有30萬 你才不用繳 所以不是讓你扣掉 不是像我們所得裡面 去扣掉那個免稅額的概念 不一樣 所以口會實不會 所以不用 不用計望說 有一天會變0 不可能 就是說 也不是 因為以前不用繳 是因為你低到10萬塊以下 所以你不用繳 那因為以前 單價表很低 所以老房子 久了以後 當然繳的房屋稅就很低 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台灣房屋稅 就是那個路段率 違法的 除了沒有減地價以外 有一些縣市 違法更嚴重 我們法律都已經跟你說 因為你地價 已經有算過一次路段率 所以要把地價扣掉 對不對 但是有些縣市 竟然用公告限制 再憑你的房屋稅的路段率 有6個 第一個就是新北市 到現在他還是不跟我解釋 沒關係 那我有證據 這個我們就到法院再去講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我們的房屋稅 真的問題很嚴重 那今天我們已經真的是 整個就是說 你政府 就是我們立法院 已經給了他這麼大的一個權限 他就像有一個空白支票 像剛剛憲哥講的 他42年的房子 本來應該我們房屋稅的條例 規定第二項是說你要逐年 這個應該是越來越少 甚至說你少到 也要剩下500塊 但是為什麼 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路段率 萬二的路段率 對 他今天就是 就把憲哥那個地方調高就好了 可是路段率的問題 是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問題 其他地方有要調路段率嗎 各縣市都要調 各縣市都要調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台北市那麼誇張 台北市是調的最多的 除了這個路段率之外的話 其實各個地方縣市政府的話 他們其實調整了房屋的 這個標準的一個單價 其中最嚴重的話 其實是台南 對 沒錯 我們看到事實上 從最早調高這個房屋單價 是宜蘭 宜蘭在2012年就調過一次 宜蘭調的時候 他的整個稅收增加 所以後來為什麼台北市會跟進 很多縣市跟進 就是因為看到宜蘭縣政府 這個第一個 財政收入這麼多 增加大家都開始 對 這等於是地方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稅收 跟著死手段 對地方政府來說 這是很好花的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2013年 你看連江也開始加入 後來台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苗栗縣 桃園 然後澎湖 幾乎每個縣市全部都調 當然其中一個縣市被大家講 就是說台南市 台南市2016年 開始要分三年調漲 0.54 我們這是倍數 也就是說漲50幾個% 然後漲到65% 然後漲到81% 分三年一次把它漲完 漲了非常多 而且對台南市來說的話 台南市市長是 因為他即將要卸任 今天台北市就講了 所以他可以回溯15年 他好像就準備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什麼 政治人物在下台前 他才敢做這樣的事 張金二也是要下台之前 他才敢調高這些做的東西 問題是拋給下一任機任的人 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他分這三次這樣調漲之後 到底對台南市民的房子 會增加多少 我們以中古 因為中古這一次 也是在遭殃之內 你看他要多付81% 他到底是怎麼算 我們給大家看 2016年度的話 房屋稅是8010塊 因為調漲1.54倍 所以是 因為他產值有減少 因為折舊的關係 所以他產值減少之後 你看 乘以1.54 1.54的話 就變成1萬2212 變成65%的時候 就因為他產值在減少 然後就變成乘以1.6 是1萬2953 那在第三年的話 乘以81 那產值減少 就乘以1.81 是1萬4064塊 房子越住越久 就要付的錢 越來越多這樣子 對 因為你的這個單價 被調高了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你看 加稅的額度的話 2017年是增加了42002塊 然後2018年是增加4943塊 2018年是增加6054塊 所以道理說的話 應該房子越舊 應該是房屋稅越來越少 但是反而會出現一個 你房屋越來越舊的時候 你的稅率越來越高 而且這還沒有包括 我們剛才講到 路端率也可能被調高 所以他的稅額可能一定是 未來會與日俱增的一個狀況 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的朋友 他買的房屋在什麼地方 他買的房屋在西門町 西門町那附近 西門町那附近 以前的稅率是很低的 但是因為這一次他被調到320% 路端率被調到320% 3.2倍 他說 我這房子很高的 為什麼被調 因為西門町最近很夯 西門町很多老房子 你知道嗎 30、30年的房子 那個如果說折救攤體的話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價值 他被調最多320% 是跟信義區是一模一樣的 他想說信義區豪宅這麼高 他就算了 我40年的房子也是這樣 他覺得很不合理的一個狀況 這的確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個地方 像是西門町那些房子 他有一些 你不要看西門町那邊 有一些房子 他真的是救到不行 那根本就是應該要補充 6、7、10年的房子 那有賣的 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們那個西區門戶都還沒做好 稅已經先漲 就是建設未走 那個稅已經先行 加稅先行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可怕的狀況 就是說 就是像剛剛那個 師聰 師聰講的就是說 我們前朝 留了一個毒藥丸 給現在新上任的人 那他敢不敢做 就是他敢不敢做 做了就是得證 我簡單這樣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單價表調 其實我們的房屋稅 只是從120幾億 調高到148億而已 多了20幾億 多了20幾億 可是我們全年的總收入是多少 1800億 我們如果少這20億會怎麼樣 不會啊 可是因為我們多了這20億 我們現在的地上權 BOT全部是0 少了多少 500億 我們是不是因小失大 我們再回看 就是說這一次如果我們台北市 讓他回溯成功的話 你知道他會多到多少稅嗎 我們今年是148億 他會多50到60億 不要求喔 很恐怖耶 但是你這50億可以補到500億嗎 所以我還是這邊呼籲 我們的市政府跟我們的複稅署 真的 這個事情真的要改了 前面我們的房價很高 沒有錯 要打房 打了成功了沒有 有成功了 最重要的是以後 這種投機的情形 還會不會存在 不會了 因為我們有房地合一 實價課稅 你賺得多 你就要繳得多 那我最後跟各位報告 其實這些所謂現在 小有積蓄的人 或住比較好的人 其實他是很努力的去工作 他會沒有罪惡的 其實我們政府是這些人 怎麼樣 55%的股東 我算給各位看 他的公司 要繳的稅 營所稅是17% 再回推他的所得稅45% 加起來幾%了 50幾%的稅了 還有二代健保 加一加55%了 但是我們政府幫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 你今天賺錢 對 你要繳多一點的稅 但是你虧損又幫你承擔嗎 沒有 就如同那個豪宅稅 今天隔壁的賣房子 它有8千萬賣掉了 但是以後我賣 我如果沒有8千萬 不好意思 政府不會退你這些豪宅稅 你們不覺得這個很不合理嗎 沒有 他賺錢我招殃 這其實是已經懲罰到 所謂的有錢人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聽說現在的豪宅 是怎麼賣的 憲哥 不是 我說如果說 你現在這個制度定了以後 你一刀切以後 很簡單 我以後8千萬的房子 我都賣7 9 8年就好了 你永遠不會到8千萬 你說建商哪有5萬 減賣20萬 我車尾一個多貫10萬就好了 兩個車尾 還是我賣7 9000 車尾一個貫30萬 本來車尾250萬 變280萬 反正我只要房子的這個登記 不要超過8千萬 第一個我豪宅稅弄不到 另外一個很簡單 我有小孩 我就買 我就切成兩半 分割 對不對 我100坪我就50坪50坪 然後兩個門戶 兩個門牌 兩個人持有 你永遠都扣不到 這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 律師在 你剛剛在講到說 這懲罰到有錢人不對 其實坦白講 像台南那個 一刀切下去 有80%的人 他一輩子只有 一棟房子 他根本沒有買賣 他根本沒有買賣 我一死人就是 每20歲 坐到60歲 我就只住這間房子 我就死在那間房子 你這樣幾歲間這樣給我 所以不是懲罰有錢人 他其實懲罰到持有人 所有人 懲罰到持有人 那我問一下那個家欽 如果按照北市府 這樣子的一個 沿你的一個方向 就是8千萬以上的豪宅 他才扣稅的話 對於中补物的行情來講的話 那是反而是有一個幫助的 還是說對於中补物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其實他到時候會出現一個 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他可能會卡死 那些8千萬上下的房子 對 那當然他們那些做法來說的話 可能就像憲哥剛剛講的 當然有一些可能用車位的方式 或者是說 也許他可能用裝潢費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切割 把那個價錢切到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一個 8千萬以下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自己現在市場上面 台北市能夠賣得動的房子 大概就一種 3千萬以下 那所以其實你說 3千萬以下的房 他未來可能在流動性上面 會比較好 但是你說像是 比如說三房 四房那種 大家希望生活品質高一點的房子 其實看起來是賣不動的 好 但是對於台北市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目前破綻眉睫的 其實有關於都更的一個案子 都更案子對於那個 這個房屋稅一個調漲的部分的話 其實對於都更來講是大大不利的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例子 這個是文靈院的一個例子 文靈院這個都更前 以及都更後的話 他的一個房屋稅的一個計算的話 到底差到多少 對 因為我們知道文靈院 都更之前他是老房子 所以他的房屋單價是1950塊 但是因為現在變成新房子 調高了這個單品的這個單價之後 變成15700塊 所以這個漲幅是非常大 加上面積的話也是變大 因為他是新房子 以前的都更之前的話 折舊率是40 所以他可以減掉40% 但是他這個折舊率只有1% 所以這樣算下來 加上路段率 他這個地方是沒有被調 我們看到 縣值就算出來不一樣 縣值都更前的話 是86885塊 都更之後就變成425萬 425萬 對 所以你要乘以這個稅率之後 就變成是都更之前 只要繳1000塊 他不用繳 他是免稅額度在10萬以下 所以幾乎是 雖然有這個數字 他連繳都沒有繳 但是你看都更之後 是變成5萬1千控25塊 差很多 對 50塊 而且因為住在這邊 就有人抗議 就說因為以前 他只有一間房子 以前我也是沒有什麼 其他的身家財產 我換成這個新房子之後 我每年也要繳這麼多 這反而對很多這個 以前的中古屋 他可能會很樂意參與都更的 未來他就會打退堂股 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因為現在房屋稅比較高 所以都更之後的新房子 反而就賣得不好 有些人是說 我原本一個房子 那都更之後 我就準備把它賣掉 但是反而現在又卡死他 他反而賣不掉 原都更之後的房子 那個律師 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大家都現在 如果你要談到都更的話 我住老房子的話 我還不用付你這些房屋稅 可是我都更完以後的話 未必下一代的話 能夠付得起這個 所謂的房屋稅 這就是剛剛我們前面特別講的 年輕人看他根本養不起 對 這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所以我們的市長 柯P市長真的他也很難做 他也講說現在的稅法 叫反都更稅法 他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就是除了剛剛施聰舉的那個例子之外 根據我自己的案例就是說 也是一個都更的案子 他也是之前大概繳一千多塊的稅 但都更以後 他22坪的房子 他一年要繳3萬塊的房屋稅 一年 那還有地價稅 那管理費這樣子算一算 可能他就算拿去租 他大概會有一半的租金 全年一半的租金 要拿去繳這些錢 他剩下的錢 他只能去租新北市 但這其實跟我們都更的立法 一直是相反的 我們都更是說 你房子雨裂 我幫你蓋好 讓你繼續租在這裡 安居樂業 但是現在讓你稅稅不平安 讓你沒有辦法安居樂業 逼得你呢 你要被這個稅 你要遷移 你只能夠往新北市 其他桃園市去移動 未來的話是不是會朝向這樣子 就是說你現在的找房子的話 反而我們看到都是台北市 目前的話 在調漲那個所謂的房屋稅 那反而是這個新北市的話 房屋的一個稅的話 是不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低一點的價錢 對 他其實會有一些 替代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未來可能 我本來要買萬華 後來我去買板橋 因為新北市的房屋稅 比較低 那另外來說的話 因為新北市有一些區域 比如說林口或者是淡水 它有所謂的新市政條例 那新市政條例的話 就是說在五年的這個期間裡面 它的房屋稅是打折的 就是說你第一年的房屋稅 其實只要繳兩成 就是給你打個兩折 然後你之後再五年再去做地檢 所以其實可能 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像剛剛清學哥講的 就是說有一些年輕人 我可能我很想要搬到台北市 但是我發現台北市我住不起 那我比較之下 可能新北市第一個房價比較便宜 那第二個來說 我持有成本壓力也比較低 那我也許我就轉到新北市 來去做一個居住 那個桃園很多房子要賣 我覺得桃園市長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這樣子說 說我們全國的那個房屋稅 是最低的這樣子 趕快來桃園買房子 好 那現在呢 手上有持有的一個房子的人的話 這個有殼足 那比較擔心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養不起的一個問題 那麼今天晚上有一個人在哭泣 這一個人是一個中曝塞 他為什麼哭泣呢 因為他要補半桌 因為他給人家忘記他要板斗了 沒有想到今天晚上的話 這一個中曝塞的話 在哪裡啊 西州 商化學家 晚上6點左右的時間 他又補半了一桌 本來應該是昨天要半桌的 結果他給人家忘記了 棚子都已經搭好了 怎麼會忘記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西州的這個中曝塞 突然之間跟人家那個棒鴿子 總共500個那個老年人 本來是重陽姐 要過那個重陽靜老的活動 結果我們又想到一堆人 在那邊等著要吃午餐 結果我們又想到一堆人 又想到居然呢 空著肚子回家了 因為這一場 這個板斗儀式呢 居然沒有舉行 前面講到房屋稅 心裡就很阿燥對不對 CP值最高就是板斗 我們就來吃吃好吃的嘛 對不對 本來彰化西州這個水尾村 是10月4號 記住喔 10月4號 他們重陽節連貫晚會 所以有500多位的村民 53桌 那這些村民都可以來吃板斗 很開心對不對 而且說好的是傍晚5點來吃喔 10月4號的5點呢 這些阿公阿嬤阿伯小朋友 5點鐘就到這邊來 一看有棚架有沒有 但是沒有桌子 怎麼沒有香味 通常5點的時候 大家都吃過板斗 附近都很香 然後還沒有到那個味道有沒有 桌下來就有味道啊 在地的時候就飄出來了 有沒有 有蒸這個魚 還有那個一堆的那個 薄跳牆 怎麼只有棚子什麼都沒有 趕快村長去問之後才發現說 糟糕了 中曝塞記錯時間了 他們記成10月8號 明明是10月4號 那說好的板斗咧 所以剛剛慶雪就講了嘛 你看這個會計 因為他記錯時間 這個是會計還是中曝塞 不是啦 中曝塞記錯時間 可是這個會計是他們整個團隊 去包了這個500村民 我是三桌的這個啦 酒席啦 所以他就出來說 很抱歉啦 讓你們白跑一趟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節目在播出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很開心的吃完了 這一次妳確定那個板斗師傅 沒有忘記嗎 沒有 我們剛剛有搜尋一下 他們有在吃了 而且有12道菜 再加上這個會計 我在猜喔 每人一條蛋糕 因為有500村 後來那個中曝塞說要補償人家 所以要加送一條蛋糕 可是時間明明就是會計忘記 會不會500條蛋糕是他補送 聽說大家都滿開心的啦 吃得很開心 沒有 我在想是不是 承辦會計後來沒有去追 也就是說他應該 前一天要提醒那個中曝塞 對喔 你要記得名字 這邊有一個板斗 你應該要來的這樣 是啊 而且通常板斗 那個食材的準備 大概要兩三天喔 如果你很新鮮的 比方說海鮮啦 雞啊 或者一些蔬菜 水果 照理說都不是當天或前一天準備 要準備好久的 所以他真的是忘記了 他說他一直把它計成10月8號 其實人家10月4號就要吃 好了 總之 大家歡歡喜喜的 已經吃了這一桌板豆了 但是有人就是在哭了 因為除了要賠這個蛋糕之外 你這個棚架搭上去也是要賠耶 雖然食材你還沒有準備啦 但是呢 這個其他的費用還是要賠 聽說 小緣 聽說這一次那個中曝塞 會虧錢對不對 會撩錢 真的撩死啊 我跟你說 你知道嗎 他在這邊煮的時候 心都在扛血 他為了要扛住這個中曝塞的燒牌 來 代價多少 看一下 相公所給了22萬 要請他去辦53桌 那邊叫他好氣 對 53桌 如果這樣除下來 一桌大概4千多塊對不對 他成本大概就是3千塊 所以說他12道菜 他成本就要付出16萬 他拿22萬 他要付16萬 等於他賺了 原本是賺了 不好意思 那天沒辦 隔天再辦 來 12道菜 有哪些 生魚片冷盤 也是要做 海鮮羹 美人蝦 土雞 石斑魚 3千塊 真的會好 但是他要多付什麼 多付12萬塊的棚架 舞台要重設 因為那天他架好你沒來 隔天你要叫我再架 不好意思 錢拿來 對喔 對啊 那我... 架棚架那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對啊 最多他架了 第一天他沒有 他有來 但是中泡塞 疏忽忘記了 所以我今天晚上多辦的話 你其實 那個中泡塞要負擔 對 就要多一點的錢 所以加起來大概12萬 還有剛剛講 每人一條瑞士捲 500個人 500條 出估一條80塊就好 不貴吧 4萬塊 所以12萬加4萬等於16萬 16萬 再加上他之前這些成本 16萬 32萬 32萬他拿人22萬走 等於說他今天在煮煮完之後 倒賠10萬塊 等於說做佛心來的 給這些鄉民真的吃好歡迎 這樣子 幸好嘛 這個怎麼會突然之間 然後這個 一個小鄉鎮裡面的半桌 後來弄得舉世皆知 其實我覺得這個中泡塞的話 我在猜今天晚上的話 其實應該有很多 那個電視台的記者會去採訪 對 他應該借機應該好好宣傳一下 對 就給他用豐盛一點 你看他這次 那個鄉公所包給他的話 一桌大概幾千塊 4千塊就可以辦出一桌 而且是12道菜 然後可以做滿12個人 可以做滿12個人的 一個半桌 真正有夠厲害 你在台北市的話 4千塊你能夠吃什麼 說實在吃不了什麼東西 到底南部跟這個北部的 一個半桌的行情差在哪邊 你知道去南部真的很開心 因為每一次吃半桌都很香 而且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 因為很油 我們來看一下 說實在話是這樣 他們行情價 好像南部比較甜 沒有油 好啦 比較有味道 好 行情價大概5千到8千塊 剛剛4千塊 破盤價 5千到8千塊可以吃到什麼 網友票選第一名是什麼 每次吃到這個炸湯 好棒 吃吃脆脆 雖然它很便宜 可是你不吃到這一道 你就覺得你沒有在吃半桌 這個很便宜 這大概了不起10塊錢 這個很經典 你沒有這個真的 半桌 你真的不懂 這好好吃 炸冰淇淋 這個你像外面酥酥酥酥 一咬外熱內人 南部有兩個甜點 這也是甜點 你知道南部那種 一定要吃雞 炸的才有味道 所以很油 所以很好吃 再來這個佛跳牆 一定要的 而且南部那種佛跳牆 裡面料很多 你挖不完你知道 什麼滷的排骨酥 好多好好吃 南部也很油 也很好吃 再來這個炸雞腿不用講 我覺得這南部的特色 每個人拿一隻 塑膠袋就出來了 對 沒錯 難道要在準備 你家裡有一個金針料 很多我們是鬧不來 阿公阿嬤不敢吃 隔壁那個鄰居也不好意思 他一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我這份也給你 沒有 用瓶的 對 瓶完這個之後 看到這個 第二個塑膠袋就拿出來了 筍絲腿固 還要配白飯 你知道 這好好吃 所以南部這些菜一出來 每次大家覺得口水濕滴 北部就不一樣 北部走什麼 比較健康 比較精緻 所以它比較貴一點 大概8千到1萬塊 現在已經漲到1萬塊了 佛跳牆一定要的 鰻魚 油飯 油飯上說 跟南部不一樣 南部是紅蟳 它是鰻魚 還有清蒸魚 比較健康一點點 還有雞湯要用藥膳口味的 最後白斬雞最近醒起來 那些中坡菜說 最近北部的版頭 都指定要這個 因為比較健康 而且吃起來很有味道 而且土雞 他們比較少吃到 所以基本上北部跟南部 還是有差別的 其實早期的話 半桌的話 第一道菜都會有一個白斬雞 對 早期的時候其實都是這樣子 而且弄土雞湯 對 然後後來就演變成 是一個冷盤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所謂的半桌 你看4千塊也可以辦 1萬塊也可以辦 2萬塊也可以辦 到底它的成本的話 到底差在哪邊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再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這個半桌的話 4千塊你也可以看到龍蝦 也可以看到鮑魚 真的是有夠力 那個小圓到底差在哪邊 真的有差 如果你看到這個6千塊一桌 真的很划算 但是其實它中間還是有利潤 我們幫他拆解一下 基本上你去辦 不可能佛心來的 基本上你中坡菜 你要賺這食材利潤 大概800塊 一桌 比一桌還算 那塞湖你總要給他工資 600塊 小工就負責切菜 負責端菜的 600塊 你桌一碗盤店 總算要租一下 所以這些加起來 大概是2400塊左右 那其他 你看6千塊塊 2400塊等於現在3600 你3600塊要辦出 所有的一桌 這個要斤斤計較吧 龍蝦成本就要1000塊 因為我有分 龍蝦遠洋的 大概700塊一斤 近海的活的1600 現在當然都是用遠洋的 可是我們必須講一個 黑心 應該說一個秘密 柴底下秘密 為什麼我們都吃得到龍蝦 因為這些龍蝦 如果你去看 怎麼龍蝦肉特別少的時候 你就說 龍蝦怎麼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因為其實它有這個 有些比較二指的中後塞 它的龍蝦頭有回收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今天20桌 我不可能載20桌龍蝦 隔壁的阿桑沒有把龍蝦頭包走 所以你不能隨便吃那個龍蝦頭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因為你今天20桌 它不可能載20隻龍蝦 它一定是把其他回收的 10隻龍蝦的頭 把它在另外10個盤子上面 然後這個10隻龍蝦的肉 你就把它分兩半 你一隻龍蝦就可以分兩盤 只有一半 對 一半 所以這樣就有20盤了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你什麼 龍蝦頭不要亂啃 你知道嗎 再來 鮑魚也是同樣的道理 鮑魚它會讓你看到鮑魚 它會開那個罐頭 你知道嗎 它為了要看你開到那個罐頭 所以它罐頭也回收 因為它會想說 這個都是真的罐頭 所以說它一個罐頭要分兩盤 所以它只要10個罐頭 它就可以分20盤 所以這到底要說什麼 這個鮑魚罐頭上面都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說 它真的都是一罐 所以它為了省成本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比較二值的中泡災 所以它一罐裡面 也是把它分成兩罐 對 兩罐 它只要一桌裡面 把它切成薄一點 切成12片 每個人有一片就夠了 對 所以說鮑魚 可能一盤800塊 它實際成本大概只剩400塊左右 好 來 其他 你看我們看這兩樣菜 剛才就已經吃掉1800了 然後還有這個鮑魚罐 這個600塊 也稍微貴一點點 抗價值250是實價 這四個加起來 就已經佔掉 3600就已經佔掉 剩下2000 這個激蘭佛的話 沒有貨那麼多 對 鮑魚罐 不可不可以 激蘭佛很貴 很貴 而且你知道本土的更貴 因為一斤的話 要400到800元 它能夠賺嗎 進口要200到400元 進口的不叫大顆啊 現在全部大陸進口 都是用進口的 對 那你那個什麼 4000塊的話 會吃到這個激蘭佛嗎 吃起來很難 就可能吃到進口 或是長皮包豆腐 你知道那個激蘭佛 你去研究一下 你就會發現 上面沒有血管 可能就是假的 所以你可能吃的時候 還真的除了口感之外 有可能會是用那個 包豆腐的下去做 所以你這四個海鮮 包起來的話 3600就只剩下 這個應該是素食宴吧 男生為什麼對那道菜特別 這很好吃 很多女生很喜歡吃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 是有燙蝦子 如果通常都是 如果沒有龍蝦的話 一定會有燙蝦子 基本上如果你都有的話 我們剛剛講6000塊 如果都有的話 你就要考慮一下 扣起來只剩下950塊 所有的菜 其他所有菜 都是這個950塊 你就知道說 它這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吃這麼便宜 或許你要考慮一下 它有沒有偷工減料的這樣寫 但是這所謂的一個台灣的一個伴桌文化 其實也變成了台灣的一個特色 那麼甚至連國外的媒體的話 還專程跑來台灣 拍攝這所謂的台灣的一個伴桌王 而且它是南部的一個伴桌王 它叫做汪毅勇 對 阿勇勢 而且它很厲害的地方 當然是因為其實它的爸爸汪丁坤 早期就是一個伴桌師傅 忠寶塞 他8歲的時候 就跟著他爸爸到處在村莊做這個伴桌 我想講一個氛圍很有趣 我認為伴桌文化是台灣特有的文化 大家都覺得板豆很low 你們就錯了 阿勇塞很厲害 他現在伴桌 各位伴桌吃了是不是那個桌子都塑膠布 然後你吃的十層 就是那個碗是不是都塑膠 阿勇塞不是 只要它伴桌的地方 它搭的是圓的棚子 有行動的冷氣 是宮廷宴 然後是白色的桌布 現在伴桌已經記載到這種程度了 白色的桌布 滴家 滴家 用的是瓷器 這個妳說是板豆嗎 這是板豆... 這個是房子啊 是 這不是在飯店 這是搭一個圓的棚子 在外面 而且它還有行動廚房 不會污染到地方的一些生態 然後你看還有靠背的椅子 各位 板豆不是都做板豆 對 它不是 這個妳說是板豆嗎 這是板豆... 這個是房子啊 是 這不是在飯店 這是搭一個圓的棚子 在外面 而且它還有行動廚房 不會污染到地方的一些那個 好生態 然後你看還有靠背的椅子 各位 板豆不是都做板豆 對 它不是 很厲害吧 阿勇塞的這個 中泡塞的這個 他們的食材都很新鮮 然後它光做一個布袋雞 在雞肚子裡面塞香菇 芋頭 排骨要一個半小時的燉煮 所以它的食材很新鮮 很精緻 聽說它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雞 布袋雞 這個是鳳梨富貴雞 鳳梨富貴雞 它還有一道叫布袋雞 它有一個布袋雞 很經典 然後很多的人都推薦那個布袋雞 尤其是那個 首陸菜 他們講說那個 對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最出名的九家菜 他們講說那個伴桌師傅 功力高不高長的話 要看 要看它第二道菜 真的還假的 因為第二道就是 這個師傅的首陸菜 而且只有它有 所以這個阿勇塞的第二道菜 通常那個布袋雞 就是剛剛剛剛說 對 只有它會蒸一個半小時 裡面的材料有八道 好 好 好 看 來